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读懂《阿甘正传》,方知成年人最大的通透,不以弱者身份处事。 18岁的时候看《阿甘正传》似懂非懂,多年后成温全成垒目,第一个被触及的镜头是阿甘的妈妈蹲在房子前庭的台阶上,扶着阿甘的肩膀反复给她洗脑。 要记住,你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洗脑不是什么好词,但对于一个只有几岁因为先天智力和身体缺陷,时刻在承受周遭恶意的小男孩而言,却是一份礼物。 这句咒语给她披上一层隐形铠甲,使她学会了不要,自轻自荐。 一个在世俗定义下被预判为弱者的小男孩,因为没有自动对号入作为弱者,有惊无险地跨越了人生一道又一道关卡。 我想年轻的时候之所以感触不多,是因为彼时还意气风发,并不知道当一个弱者是什么感觉。 直到进入成人世界,遭受过社会的毒打,才真正明白对处于困境的弱者而言,自我的心理矫正,摆脱弱者心态,是多么重要。 一、习惯被定义困于认知的牢笼。 阿甘从小没有爸爸,智力低下,脊柱弯曲,不能正常行走,必须带着腿撑,这使她方方面面,都看着颇为怪异。 她的人生剧本本该是以弱者姿态挣扎一生,在努力向正常的生活靠拢。 但阿甘有个智慧的妈妈,妈妈在小阿甘建立自我认知的年纪,寻寻善导,教会她积极定义自己,给予她内生力量,最终帮助阿甘将天赋潜能发挥到极致,书写出传奇的人生。 妈妈告诉她,只有做傻事的人才是傻子,所以当别人嘲笑她智力低下时,阿甘能够消解这种恶意,我没有做任何傻事,所以即便别人那么说,我知道我不是傻子。 在装上腿撑走在街上遭受路人打量时,妈妈对路人并告诉阿甘,不要管其他人说他们比你强。 所以阿甘不认为自己有影集就一定会输,所以他听到Wang,Forest,Wang,能撒腿就跑,躲避恶霸的攻击。 这一跑跑断了原以为形成依赖的腿撑,跑进了橄榄球教练的视野,跑进了大学,跑出了他独一无二的人生。 当然还有那句口口相传的妈妈金句,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 妈妈教会阿甘用开盲盒的信弹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未知章节,也让他学会把遇到的苦与甜,一视同仁。 这些积极的信念,帮助阿甘抵御一个个恶意,获得一个又一个人本以他的条件或许得不到的入场券。 愣是把本来连平凡都要靠努力垫脚才能获得的人生过得精彩分成。 而反观阿甘的童年对照组珍妮,就是另一番光景。 同样善良美好的珍妮,因为无法正确看待童年遭受的来自父亲的侵害,带着悲剧的助脚走向成年。 她的确很可怜,因为她不自爱,可以全裸着身体站在台上追寻所谓的歌手梦,也可以接受暴力狂男友的反复虐待。 因为她和阿甘相反,珍妮顺从地接受了从小时候就形成的,我弱小,我会被伤害,苦难是我的宿命,我无法改变她的认知,受苦,才是她的舒适区。 直到终于忍受不了,想到跳楼轻生,她才开始反思,这样的心态不对,她需要改变,不能沉迷当一个弱者。 所以她拒绝阿甘的示爱,离开她去努力建立全新的自我,成功后才敢回到阿甘身边,接受这份爱。 二,习惯去抱怨沉浸在过去的苦难中。 或许是智力障碍影响,阿甘的情绪感知能力也较弱,但这反而让她把每一天都过成崭新的每一秒都活在当下。 她向台,基本没有感情的机器,只要按下执行按钮,就会没有怨言且不知疲倦地反复启动。 她可以把一切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事情完成得快且精准,不管是奔跑,上枪械,打乒乓球,捕虾,还是做原意。 对于生活中遭受的挫折和变故,她跳过了普通人混友的情绪反应,直接快进到接受、沉浮,重新开始。 在越南战场上重担,她回到康复中心接受治疗,并在此期间接触打乒乓球。 谁知,因为球打得太好,她康复后本想重板战场,却干脆被上级留在了文工团,让她给战士们打表演赛。 一个本该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英雄突然被调取工人,赏蛮逗乐,她平静地接受了。 虽然在战场上冒死救出了挚友巴布,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兄弟,死在自己的怀中。 阿甘没有痛不欲生,她只是默默在退役后,用全部收入买了一艘捕虾船,帮巴布实现她未完成的人生心愿,做捕虾生意。 结果,靠打乒乓,阿甘成了全国名人,代表国家去巡演,做捕虾生意也成功了,分了一半股份给巴布的妈妈,集体实现了财富自由。 她把遇到的坏事都变成好事,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越南战场上失去双腿的丹中卫。 原本骄傲自尊的丹中卫认为自己成了废人,变得自暴自弃,他认为自己连相信日后能随上帝一同走进天国的基本条件都被剥夺了。 他沉浸在这种痛苦中,变得日益暴力狂躁。 期间,阿甘只是陪伴他。 有一天,丹中卫听阿甘讲退役后的梦想,打气儿说,你要是真能买得起船,那我就去做你的大富。 谁知,阿甘真的做到了,靠打乒乓的收入买了船,而丹中卫也渐行诺言,出现在码头,开启了他们的捕虾生意。 刚开始,捕不到虾,阿甘也并不着急,空余时就拉上丹中卫上教堂祈祷。 阿甘穿着圣袍在台上沉浸式祈祷,丹中卫坐在角落,冷眼旁观。 数无知,他已在前一幕画中,渐渐被阿甘的积极和乐观感化了。 终于,神迹发生了,一场风暴侵袭,折损了附近海域所有的捕虾船。 而作为在风暴中唯一存活下来的捕虾船,他们大赚一笔,成立了公司,又投资了Apple,实现了财富自由。 最后一次露面,装上甲织的丹中卫带着未婚妻出现在阿甘的婚礼上一脸平和。 正因为阿甘的行动和感染力,丹中卫才会在痛苦中选择与阿甘开启,补下生涯,逐渐挣脱了昔日的痛苦。 否则,他的人生大约是在自暴自弃中,游进灯窟,带着怨念,疗此残生。 生活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等人在原地消化完悲伤再出发。 相比缠绵于困境,直接起身拥抱未知,不是才更有改写悲观现状的可能吗? 三,习惯走捷径,困在不配得感的陷阱中。 阿甘虽然先天孱弱,却是一个高自尊又高配得感的人。 因为不匮乏,他不会为任何境遇失去分寸,打乱自己的节奏。 他对在外人看来难以置信的传奇经历,很是坦然。 即便靠做生意和投资,实现了财富自由, 他还是愿意做一个无常为他人修建草坪的原艺师, 因为从小妈妈就告诉他,钱不用太多,够用就行了,多余的钱只是用来炫耀。 也因为从来没缺过钱,即使他花光储蓄买了捕虾船, 却很久都捕不到虾,他也并不会直接放弃。 妈妈的去世和珍妮的离开,阿甘痛苦,已对未来迷茫, 但他只是开始奔逃,而不是处在原地自怨自艾。 而这,反而又为他开创了另一段传奇人生。 我因而意识到了,阿甘最珍贵的优势呢, 并不在于他超出常人的运动天赋, 而是他有把顺境秘境都变得同样平静的能力, 得之淡然,失之坦然。 而一个又不配得感的人却和情绪大起大落, 在面对有所得时变得贪婪, 面对所失耿耿于怀,不惜走捷径,走歪路。 正好近期恩刷《甄嬛传》发现安玲荣正是不配得感的代表。 然是我不配,这句话贯穿了安玲荣的一生, 因为缺爱他对友情越发所求无度, 最终演变为病态的,得不到就毁掉, 甚至通过伤害甄嬛来获得快感。 又因为强烈的不配得感, 他需要费尽心思证明自己配得。 他卷生卷死,力求自身功能性价值最大化, 却又被不甘心自己只是工人取乐的玩意儿, 再多宠爱也感觉不到满足。 而失宠了,他就拼命耍手段争宠, 不惜搭上自己的身体和无辜的第三方的性命做赌注。 最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正应了甄嬛那句话, 过度自强,变成自枪。 我甚至在想, 要是他遇到类似阿甘这样荣誉战士突变为一兵的状况, 心态不知会崩成什么样子。 所以,即便同样是遭遇变故和转折, 心态不同也会导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所以,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苦难和困境到底算不算礼物呢? 我觉得电影中有一个弹幕说得很棒, 苦难从来都不是礼物, 因为拯救你跳脱苦难的, 永远都只是你自己, 和苦难无关。 不仅等一下